马来西亚丑闻缠身的前首相纳吉暴冷败选 挥下国民阵线结束执政 外界谣传他和妻子罗斯玛将逃往印尼 大马移民当局表示已经限制两人出境 移民局总监穆斯塔法告诉法新社 移民局刚刚已将纳吉和罗斯玛列入出境黑名单 纳吉遭限制出境 尊重政府决定会留在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移民局今天证实 前首相纳吉夫妇已遭列入限制出境名单 纳吉或西遭移民局限制出境后强调 他尊重政府决定会和家人留在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网络昨晚盛传 逮选后的纳吉夫妇可能在今天上午前逃出境 大批媒体记者与关心的民众一早就围堵在马来西亚书邦机场 拦阻车辆一探究竟 只要有任何公务车进入机场都遭民众拦阻检查 确认纳吉夫妇是否在车内 纳吉今天早晨连续透过推特及脸书指出 这些年以来先少有时间与家人相聚 因此将与家人去短暂度假 他并祈祷度过只断分裂期之后 国家将再团结起来 马来西亚移民局今天稍早答复媒体询问时原本指出 纳吉夫妇并未列入限制出境名单 不过 移民局在接近中午时透过脸书证实 已将纳吉和他的妻子罗斯玛列入限制出境名单 FIXDONMILL YouTube Studio 后面接下来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